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要看看一个地方是否贫穷 街上老宿的人数可能是其中一个指标 但是一个人是否要去到老宿街头这种地步 才算是贫穷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港作即贫穷 而这班人多数被我们忽略 你有做事为什么你都这么穷呢 就是你不努力了 你要做多一份 这班人尝试用最低工资的生活水平 去过一个星期 这个生活原来人没有什么自由 也没有什么去选择 会不会饿死是不会饿死的 是不是就说饿死就叫生活呢 这个也是一个很值得探索的问题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在2018年发表的统计报告 香港是全球第七大商品输出地 也是全球第十五大服务输出地 香港目前的失业率是20年来的最低水平 虽然是这样 香港的贫穷问题仍然不容忽视 根据统计 2016年全港贫穷人口有135万2千人 贫穷率是总人口的19.9% 换言之 每五个香港人就有一个生活在贫穷之中 在贫穷人口之中 有不少是在职人士 香港天主教劳工事务委员会 由1991年成立开始 一直关注香港的劳工问题 其实我们服务的社群都有很广泛 包括一些拿着最低工资的外盘清洁工 少数族裔的社群 一些住在劏房 或者一些妇女青年 另外也有一些职工商病友 我们都会透过一些政策研究 不同的方式 或者其他的社会行动 将这些信息带到立法会 或者在传媒的里面 我们都很希望社会能够听到穷人的声音 这一日在上水的基督之舞堂 盧委会特别安排一项活动 希望令更多教友关注贫穷问题 欢迎大家来到七天贫穷体验生活的启动礼 跟大家玩一个简单的小游戏 里面有一堂 我们觉得一般家庭可能都有这个需要 一般家庭可能都有些需要 有些不同的东西在里面 你都做就去决定 究竟其实一个普通的家庭 你当两大两小才算吧 你觉得他们最需要的三样东西是什么 零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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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食一点 很惨 私人楼和零屋给你选 有钱 零食 要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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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拿 多两样东西 你会选什么东西 两样东西 三便 两样东西 三便 三便 哪位朋友可以说一下 这个是主持人说我们快做完 奖我们运事给两个 我们其实都跟第二组一样 都是觉得有斗口重要 我们有挣扎过爱隆屋会便宜一点 医生自行的肛业脚手 你不能住 其实都不成一个家 所以一定是有一间房 我们有三十多样东西给大家 有三十多样 每一样都好像很好 到最后你只能够选三样 你会选什么呢 我们在这个礼拜主要是经历这个经验 不只是他需要什么 我真的生活的时候 我需要什么 优先关怀贫穷人 是天主教社会奋斗的 其中一个核心主题 奴委会特别在2017年 举办七天贫穷体验活动 是为了回应教宗方济国创立的 世界穷人日 天主教会将2015年12月8日至2016年11月20日 宣布为慈悲特殊欺年 要求基督徒向所有人展示更大的慈悲 在慈悲欺年闭幕的时候 教宗方济国为了延续慈悲精神 于是定立每年上年期第三十三主日 为世界穷人日 今年的主题是什么呢 我门爱不可置用言语 而要用行动和事实 这个就是今年的主题 很明显很直接 整个信息就是我们去爱穷人 不只是说我们尝试去做一些事 要关注穷人 首先要了解社会对贫穷的定义 很多国家都会用贫穷线这个分析工具 来统计贫穷人口 政府会将所有住户的入息 从低至高排列 位于队伍中间那一户的入息 就是住户入息中位数 由2013年开始 香港政府每年都会公布 一人家庭之六人家庭的官方贫穷线 定于住户入息中位数的五成 跌过这条线 我们叫做贫穷线 就是贫穷家庭 但是这个做法 我们经常说有些问题 因为你画得比较紧 外国通常会多一条 就六成 那叫扶贫线 就是怕你跌下去 再前进一点的国家 就七成 叫防贫线 怕你跌下去下的六成 那其实在不同程度 有不同的宝藏 但是香港只能画一条 虽然香港政府 设立了副喷委员会 负责分析 以及监察喷控情况 协助制定相关政策和措施 但是在职贫穷问题 仍然严重 香港的在职贫穷问题 是一个结构性问题 我们去到2011年才有立法 有最低工资的法例保障 但一开始水平都比较低 第一次是28元一个小时港币 经历了几次之后 现在才提升到34.5元 但其实是完全追不到通胀额 很多人都以为有最低工资保障 便可以减少贫穷人数 但其实是因为现在 我们物价升得很高 就算有工资 但是也是穷 奴委会的主要服务对象是基层工人 他们绝大部分都是赚取最低工资的 摄制队经奴委会的协助 有机会和一位政府外判清洁工人 张先生接触 了解他的情况 拍摄当日 刚好是他的假期 但是他都不介意 带我们去看看他工作的地方 70岁的张先生是一位清洁工人 现时在新界上水以北的 敏感度边境管制站工作 负责清洁工厅 每星期工作6日 每日工作6小时 张先生的家位于罗湖边境禁区 交通不是那么方便 但是他慶幸夜晚下班之后 出回上水市区 还可以搭火车回罗湖的家 乘搭火车的那班车出去 这里落的是三个字而已 我走到火车站是十分钟左右 都是11点五个字而已 还有火车的 还没到尾巴 没到 对于自己的工作情况 张先生觉得 比起上水市区的清洁工人好得多 自从十几年前 香港实施港澳个人游 亦即是自由行之后 上水由于接近边境 因此出现了很多大量攀带 水货过境的旅客 留下大量商品包装和垃圾 令清洁工人的工作百常加近 市区就很辛苦 我们那里还是有多少舒服点的 因为做厕所是舒服点的 你做完 你可以一头几个字 然后再做 他这些不是 一看到有垃圾 他就走来 又在那里吵你了 是吧 你可能这条岛 如果另一边又扔了一堆 你也没办法 有时跟食环署的老头吵气 他说你看看 你看看那边那些干不干净 没理由只是这些污租 我没有做过事 如果是污租 全部都污租 没理由只是这堆污租 他刚刚扔下去 那又怎样 原理就是这样 在过去十年间 香港政府以外判形式 提供公共服务的情况 相当普遍 服务承办商为了赚取利润 往往令基层外判工人的薪酬 基本的雇员福利 和职业安全方面遭受莫削 政府和我们不同 政府的就是一条街两个人做 我们就是一条街一个人做 外判的就是一条街 数了两边 那些人其实做不长 对啊 做不长 很多都做不长 所以很疼痛 凡是最低工资的都做不长 和绝大部分的 政府外判清洁工人一样 庄先生赚的是最低工资 港币每小时三十四个半 以你生活来说 你觉得会不会可以 或者会不会很慢慢紧 现在你不可以 可以你又要接受 OK你又要接受的 对吧 唯一就是你自己看着那份钱去花 那个最低工资根本吸不到通胀 当然吸不到啦 人家加百分之十几都说不够 我们家两年加了两元 你说有什么用啊 就算你加了两元 你到你拿到之后 大家下的那些都已经加了四元了 你一说加他就加钱 他就加仙了 到你呢 到你给到你手他又加多又加了 根本是没用的 香港的最低工资 由2011年5月开始生效 每两年检讨一次 最低工资在六年间的累计升幅 为百分之23.2% 但如果和同期物价的升幅比较 就会发现通胀远远抛离 最低工资的增长 我们问过那些工友 喂 家族人说是否开心 你那些工友怎样说 他会跟你说 每个小时加一两元 包都买不到 就是一个小时加一元 我一个日回九个小时 我最多九元 买不到两个鸡尾包 我们香港有个最低工资委会 最低工资委会有一班人 其实政府委任是没得选的 他们就会决定每两年提升一次 他的因素很有趣的 就叫做一男子一个男 那是什么呢 第一 我每次看到他就写 我看到都火粉的 真的是火粉 他第一个考虑 会不会削弱香港竞争力 即提升工友的人工 他第一个考虑是会不会影响到 香港不过人争 是的 真是第一句写这句 第二句 是说会不会破坏香港营商环境 也不是说工友 再下去 但是看完整份东西 从来不提通过膨胀 每当社会讨论这个议题的时候 很多人都忧虑 提升最低工资会影响中小企 令他们难以维持 但是根据盧委会旗下 教区劳工牧民中心做的调查 租金的胜伏才是打击中小企的元控 租金已经实实太厉害 他们没法经验下去了 我们最近听到一个例子 以石户区一家文具店加到12万一个月 港币 租金 要买多少支元筆才能追到 根本上你是没可能做生意的 在2011年 我们中心做了一个文件调查 访问了100年一个中小企的商铺 回来的结果就是 那100年一个回应里面 他们不觉得最低工资最大问题 最大问题是租金 由于地小人多 香港房屋价格和租金的升幅 可以用疯狂来形容 低收入人士的居住环境不单只小 更有很多安全方面的人幼 郭炳飞执事 由2013年 开始在上水基督之母堂服务 一直留意上水区的贫穷问题 亦会定期探访劳房和天台住户 这一日 他和一些义工带上物资探访居民 Y先生住在一座堂楼天台的组合屋 组合屋是一些用缸架和甲板作为材料 组装而成的安身之所 多数用来做临时房屋 Y先生很介意人家知道他的居住情况 所以不愿意上镜 还有执事 这些是我们教友的心意 你收拾一下 不要说是 是不像小过之前 不是 灯光是一样的 它原本不是住这个单位 刚才我们看到那个单位是天台 它原本是住在一个三楼的 不是天台的部分 是一个退出去的位置 但始终都有压铁头的 前一段时间因为它原本的业主收回一层 所以它的包租妇就将它 劝它上来这里 租就没有变 这间屋都是原封不动 由旧单位整间的搬来这边 所以大小无论什么都是一样的 这栋堂楼的天台 住有Y先生两夫妇 和另外一户 两户住的都是组合屋 天台的面积不大 用纳两间组合屋之后 只剩下一个共用的厨房 和用来浪衫的地方 这个问题是因为天台 就吃风 我们刚才看到那个情况 如果打风就恶劣 我就很担心它打风时 会怎么办 Y先生住的组合屋 只是就这样放在天台上 他自己尝试用几口钉 将屋固定在地上 这些钉就这样石屎钉 石屎钉 好过我 真是好过我 他现在说到$2500 其实我们初初都劝过他 我们都找过一个地方 那个地方好一点 是一间村屋 村屋贵一点 三千多元租 软一点 因为他太太在这里做清洁工 这里上班是方便一点 不过我相信 主要不是因为这个方不方便的问题 主要他很坚持 因为这样省了一千元 所以他就没有搬到 劝其都不肯 因为老实说他上楼是一个政府政策 我们不会做到很多东西 他们的经济支持 我们又不能长期帮到手 所以其实是散建式帮忙 只不过我们会在他出现 如果他们有些紧急的东西 或者有些东西 真的找不到人帮 他会找我们 希望只不过是一个最后防线 就是说最后没有办法 始终都会有人在 孩子们 我们爱 不可只用言语 而要用行动和事实 这句是教宗方制国 就第一届世界穷人日 发表的文告的开段 要用行动去爱穷人 深入了解低收入人士的苦放 可以算是一个开始 但是要真正地学习关怀穷人 切身的经验是必须的 我们今次真是想回应 世界穷人日 那种回应是真是我们切身去回应 不再只是很不切身 我买了些东西去送给人 就算了 而是真是去理解 其实他们需要的是什么 七天贫穷体验的核心 是要参加者用最低工资的水平 生活一个星期 可用金额是港币770元 这个数字是根据香港法定最低工资 每小时三十四个半 每日工作八小时 兼每星期做足七日 得出周身一千九百三十二元 扣除以公屋租金计算的住屋开支 和水费、电费、煤气费 再除以善养系数1.85 即是连同自己以内需要供养的人数 得出的金额 负责策这次七天贫穷体验的Angie 在2007年 即是香港还没有法定最低工资的时候 已经参加过当年奴委会主办的七天贫穷体验 当年的可用金额是港币350元 是这次770元的四成半 其实今次虽然好像770元很多 但真的去看回的时候 可能比起10年前350元的时候 你更加要计得清楚 所谓数字的增加 其实是没有意思的 因为通胀很大 其实香港10年的通胀是 以前可能20多元可以吃到一个饭 但今天是40多50元 你才可以吃到一个饭 租金的升幅更加疯 即是几倍的升幅 所以我们整个活动的增加是一倍 你可以想像 其实你薪金一倍的增加 和通胀几倍的增加 租金是几十倍 甚至百倍的增加 一定是追不上 大会为参加者 预备了一本小册子 记录这个星期 不同的开支、体验和反省 770元这个数字 说多不多 说少亦不算少 大家有没有把握 未来七日的生活 可以不超支呢? 最好你们在开始前 先从一个表列出来 你逐样计算一下 手提电话多少钱 加电脑上网多少钱 报纸、雜誌、志观网、 电话室、电视等等 我们建议这十四样 必然要扣出来 好了 大家有没有想过 有些开支 你扣不扣呢? 家用 这周和老婆说 不给家用 行不行 或者扣 哈哈哈 这个实际问题 零用钱给不给呢? 女儿要买文具 你给不给呢? 7、8、7日到7日 Single 我可以引渡 一个星期 不是一年 不是70天 为我来说 譬如我每天都要上班 我上班 只是交通费 算下都五十多元 即一天那七十 110元 不见了52元 那里面 都不剩很多 所以如果为我来说 我觉得有些问题 由于一向有探访贫穷户的经验 和其他参加者相比 郭炳飞执事 对他们的处境 有更深的认识 但他仍然觉得 有必要参加这次趁身体验 整天我们教会都想帮人 但很多时候我们帮人 都有一个很主观的意愿 就是说我们觉得这样帮 就这样帮 但你又未成为他们一份子 可能你想的东西就很离地 我想我们这次真的不要这么离地 试下就脚踏实地些 实实在在去试体验一下 如果体验之后 你会知道什么事 可能你那时候说的帮 就真的可以逆地而处 我想这个很重要 所以我们要试一下 我们最重要 都不是说成功或失败 最重要就是试过 还有里面我们多一点 我们叫分享 究竟在里面我们学了些什么 领会了些什么 知道些什么 我想这里为教育来说很重要 摄制队在贫穷体验的第五天 约了国执事见面 了解他过去几天的经验 第一天没什么 因为主日 回家就好了 第二天开始 我就要过这个生活 我发觉我开始上班 我就要搭车 我要搭火车 要搭巴士 原来两程车加了39元 我第一天就用了39元来回 然后我就想省到尽 因为我在医院做的 医院有饭堂 有职员餐 我都不吃职员餐 因为25元太贵了 我又想怎么做呢 我就用了5元去吃 职员餐如果加5元有个汤 所以同事买饭的时候 我就叫他们帮我搭买个汤 5元 同事又很好 他拿多了饭 给我搭了饭吃 那天就5元搞定了 我一直吃5元的下午饭 我回到家去行经 一个烧腊铺 我肚子很饿 我就很想吃 看到160元一斤 我就看着烧肉 接着我舔一舔 再舔一舔 再舔一舔 接着没了 都是走了 所以原来人就是这样 你只可以去一个很简单 很基本的生活 但是这个基本生活 为你来说就是刚好 有时候可能要人性的尊严 有时候都要丟低一些 所以究竟是不是真的 我们现在讲的一个最低工资 为人可能真的生活得OK 这个工资除非你没有其他事情發生 你不可以生病 家里没有人生病 你自己不要生病 这样是否真的生活 过这种省度尽的生活 不单止令郭汁士 深深感受到饥饿的滋味 亦要借着不必要的社交 他发现这种生活 很容易令人丧失希望 我们看到出路 因为我七天而已 我们看到隧道的缸在这里 我走出去 但如果为一些一定要这样生活的人 他没有出路 他在隧道走 他找不到出路 贫穷体验还有两天就完 郭汁士见预算 还剩下三百多元 应该可以不超之 今晚可以稍为奖励一下自己和家人 决定家送 煎釀三步 挺大碟 挺大碟 够吃的 这碟菜你省了多久才能家 这碟菜省了两三天 两三天 今天可以加了 大家有很多服务的经验 接触贫穷的经验 在我们堂区里面很多 不论是探路人员 做一些不同的服务 都很多 但在做服务的同时 我们很想大家去感受一下 其实我们刚才提到在职贫穷的朋友 其实他们的生活里面 他们会面对一些什么情况 Angie参加七天贫穷体验 虽然已经是十年前的事 当年因为体验期间病了 要看医生 而令她超资了百多元 那次的经验令她很难忘 其实那时候一个很大的感受就是 因为我只是一个活动 其实我本身有的 就是我本身有钱的 我有盈餘的 其实我可以在盈餘 或者在我的储蓄里面拿出来 当我有需要的时候 但是如果我真的 用他们的收入去生活 我是不会有储蓄 我是未必真的有所谓的盈餘 可以拿出来 我想这个感受到今天 为我来说影响是最大的 穷人 有时候我们经常提到他们 但这里给我们看完的就是 穷人是受伤 是不是 是的 可能是他们肉体上的受伤 经常经过饿 身体消瘦甚至是会病 精神上心灵的受伤 有被人打眼 歧视他 或者他觉得自己不如人 这是受伤 但是他说 若我们想与基督相遇 就要和穷人相遇 教宗方济角在2018年 世界穷人日文高里面这样说 贫穷卑微人所需要的 是聆听他们富豪的人 能够投身他们的生活 我们愿不愿意陪伴和聆听他们 让他们感受到自己在天主眼中 是多么尊贵 就是好像耶稣讲生圣人 其实就是你都成为我们 我们都要成为他们 即所谓是我们一起 我们才真正能够在那里 将耶稣那份爱带进去 当年这份感受为我是好心 所以以后再去做一些不同的工作的时候 当然我们都继续建政策 我们都继续去做一些前线的服务 但是心态就会很不一样 以故教宗若望保禄二世 发表了《论人的工作通语》 他提倡家庭工资的概念 也就是工人应该获得一份足够建立 以及恰当地维持家庭的公道报酬 并且对他家庭的未来能够有保障 2018年5月最低工资委员会 就2019年5月1日生效的最低工资水平 进行公众咨询 有团体推算2019年实质人均生产总值 比2011年刚刚有法定最低工资的时候 上升17.6% 连同累计通胀 建议将最低工资提高到43.2% 委员会最终就最低工资水平达成公息 工资将会由34.5%加到37.5% 对于打工一族来说 能够有一份足以应付通胀 通养活家人的薪金 可以说是一个合理期望 香港的基层工人 何时才能够满足这个期望 不再成为租金上将的牺牲品 可以过有尊严的生活 黄黎环千女士是一位赋于坚毅精神的长者 她不单止爬得起身 她继续很有意志地活下去 对生命一直继续积极 她是一个很坚持的人 她是不怕困难 我都说天主 安安我怎样就怎样 黄黎环千女士 如何在经历重大打击之后 重新振作起来呢 请不要错过这个星期的爱常传 看完这集爱常传 欢迎大家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来分享一下你的感受或者故事 同时也请收听我们逢星期六的电台节目 爱生命 要购买天主教书籍和信仰灵修礼品 请来我们的生命恩传书社参观选购 我们下星期同样时间再见 天主保佑